到底要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不安敢会在什么时候再次来袭 这个一直重复着这两句话 长发飘飘充满文艺气息的男人叫永田 他是一个剧作家 从高中开始就对学校的演出感到无聊 并注意到了同样在打哈欠的野员 野员对音乐电影文化 甚至格斗都颇有研究 永田跟他一拍集合成为了好朋友 他每写出一个剧本都会首先拿给野员看 野员也十分认可他的能力 两人毕业以后一起加入了愚者剧团 可演出之后收到的却都是差评 连剧团的同事都觉得他的剧本太过前卫 可永田并不想做出改变 甚至对提建议的同事女演员青山口出恶言 这天他再次浑浑噩噩地游荡在街头 无意中看到了一副觉得很有意思的话 等他回头时发现一个女孩也在驻足观看 同样的兴趣点让他下意识追了上去 他告诉女孩他们穿了同样的鞋 他想请女孩喝咖啡 可是自己现在没有钱 永田奇怪的行为却莫名吸引了女孩 他主动请永田去店里喝咖啡 女孩名叫沙西 是一名有着演员梦的学生 他的与众不同让永田感到心动 他小心翼翼地再次约了沙西 得到沙西肯定的答复后兴奋地举起手 第二天的约会中沙西一直被人搭讪 而永田总是一个人躲在一边 沙西性格跟他完全不同 两人却很合拍 甚至他的步行频率都跟永田一模一样 永田在跟沙西的相处中写下了新的剧本 沙西看了剧本之后感动得直接哭起来 永田借机邀请沙西参演他的心系 沙西在剧团的表现很好 公演得到好评表演后半段观众渐渐增多 但永田却并没有让沙西继续参演 甚至在演出结束以后跟其他女生约会 出于愧疚他会拧一块水泥砖回家 但这样无厘头的行为每每都能逗笑沙西 他送给沙西一个普通的钱包 沙西因此感动得又哭又笑 他的单纯和感性让新颖的永田觉得敬佩 他们互相影响着对方 这天沙西的母亲从老家寄来了特产 这让记住在沙西公寓里吃住都靠他的永田感觉自卑 他不可理喻地冲沙西发了脾气 但沙西依然会给他道歉并准备早餐 在外面遇到朋友也会毫不隐瞒永田的男友身份 可永田似乎一直在否定沙西 沙西提出想和永田一起去迪士尼乐园 他却觉得沙西对迪士尼的肯定于自己是羞辱 沙西跟他买了一样的杂志 他也会生气 开着沙西借同学的车自顾自兜着风 根本不理会躲在黑暗里 只为了逗他开心的沙西 心累的沙西坦白 他总会做一些让自己无错的事 他一怒之下 竟然砸坏了沙西借来的摩托车 但他同时也是爱沙西的 他希望看到他的笑容 带着滑稽的猴子面具 用夸张的动作逗他笑 落过车行时给他买好看的单车 两个人的生活负担让沙西逐渐捉襟见肘 他只能打两份工来补贴家用 白天在服装店当导购 晚上在附近的居酒屋兼职打工 永田依然落魄地在街上晃荡 整日想着戏剧的事却毫无所获 这天晚上不堪重负的沙西 提出由他负责电费 永田却说他想不出 为别人家支付电费的理由 沙西对此只能尴尬地苦笑 永田为了避免这种谈话整夜打游戏 后来他和演员一起去看了 还活着剧团的表演 永田第一次在看戏剧时落泪 认识到了自己水平的不足并感到极度 他在剧场偶遇了之前的同事青山 青山不计前嫌给他介绍写剧评的工作 他这才有了自己的收入 但他却决定搬出沙西的公寓 他觉得沙西的存在会打扰到他的创作 他不喜欢剧组和出版社人员的聚会 在一众谈笑风生的人里格格不入 失忆的时候 他会想念沙西 晚上偷偷来到沙西的公寓跟他一起睡 不久他意外发现沙西认识还活着剧团的人 又从青山那里得知了他们是沙西酒吧的常客 他说沙西经常在他们面前夸自己男朋友 但并没有告诉他们自己男朋友也在写剧本 永田对此感到气愤 他觉得在沙西眼里 自己是不配被提起的耻辱 并质问沙西是不是看不起自己 冲他发了一通脾气后 直接拍门而出 沙西给他发信息他也不回 喝了酒心情好时 才会去沙西的公寓 但依然会在第二天早上装睡逃避 后来他发现沙西开始喝酒 酒醉的沙西终于对他表达了不满 这么多年 他一直在包容他顾虑他 他却从未给予过沙西一句夸奖 在听到沙西肯定其他剧团的戏很有意思后 他还疯了一般开始砸东西 隐忍多年的沙西终于忍不住爆发 说自己完全不懂他到底在想什么 永田戴上猴子面具逗他沙西也不再大笑 酒醉的他 看他一眼便冷漠地扭过头 后来永田想邀请沙西一起赏樱花 来到沙西打工的居酒屋找他 正巧碰上还活着剧团的人在聚餐 沙西的同事把他作为沙西男朋友 介绍给其他人 永田顶着其他人包括优秀同仓的目光 落荒而逃 他在店长家找到了沙西 骑着单车在沙西去看樱花 他一改往常的少言不停地跟沙西聊天 甚至告诉沙西曾经的他像的天使 沙西一言不发地在后座掩面而泣 最后终于抱住了永田 两人在开满樱花的大道上前行 雨季后 沙西因为失眠更加频繁地喝酒 这天永田发现沙西躲在被子里哭 疑问才知道是找沙西做模特的人 对他出言不逊 永田生气地打电话给那人 甚至冒着大雨冲出门 要为沙西讨公道 半路遇到了野员和青山 他们劝他跟沙西分手 野员甚至直言他的平庸 指出沙西对他的看法 才会真正击垮他 他不能因为害怕就反过来击垮沙西 永田直面自己向两人道了歉 回家后跟沙西一起看他喜欢的唱跳组合 期间沙西告诉永田他要回老家了 永田羊装不在意让他按自己的想法做 沙西最终截然一身回了家乡 永田来到公寓收拾行李 看到了沙西在剧本上对自己的夸赞 之后一个人坐在床上再次发出重复的疑问 沙西来东京看望永田 两人一起收拾东西时永田终于向他表达了悔恨 后悔自己没有好好珍惜他 沙西却说着急成长擅自改变的是自己 如果没有永田他可能不会在东京坚持这么久 永田文言满含热泪 兴奋地讲述着对两人未来的向往 他的脸上是从未有过的期待与憧憬 但下一秒墙壁不仅落下 原来这样的永田只是在戏剧里 他面前坐着的只是扮演沙西的女演员 此时的沙西正坐在观众席上 听着永田在台上迟来的承诺 沉默地流着泪说着对不起 永田再次戴上了猴子面具 在舞台上做着滑稽夸张的动作 泪流满面的沙西终于破涕而笑 这段爱情长跑 李永田一直自负又自卑 于是他选择用一种极端的方式伤人伤己 更深深伤害了陪伴他的沙西 任性地磨灭了一个女孩的温柔和耐心 故事的最后 他们也许已经跟曾经的彼此和解 却终究是错过了对方